嗨,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电视剧《生探》 该剧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 讲述30年代的上海歌舞生平只最精迷 一段段离奇的案件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悄悄发生 刚从锦校毕业的美丽女子秦小曼 怀着成为一名出色警探的理想来到英租街 找到事先联系好的出租屋后 在房东荒态态的引领下 她参观了自己的房间 结果意外在地毯上发现了描绘尸体的图案 秦小曼激动地分析起来 她猜测这里曾发生命案 房东担心房子租不出去竭力掩饰 怎料这正符合秦小曼的喜好 两人立刻签约 当秦小曼给姨妈写信报平安时 她听到对面房间里发出了枪声 于是敲门询问 一个邋遢男人将秦小曼拒之门外 还警告她不要多事 好奇心驱使着秦小曼准备翻越阳台过去 结果差点掉下了楼 原来秦小曼是一名刚毕业的警校学生 她这次被派到上海工作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当她到警局报道完后 她向探长索要搜查令 准备调查对面那个可疑的租客 怎料那个租客竟然出现在了警察局 而且还举枪向探长这边设了过来 秦小曼立刻将探长推倒 然后飞扑过去将她拿下 这时探长急忙过来解释误会 原来这位租客是警察局聘请的顾问罗飞 断案能力十分强 罗飞在翻阅档案时发现了一个案件 豪门少奶奶失踪之谜 报案人是马伯远 他声称自己的妻子失踪了 而且他还将妻子失踪那天的穿着打扮 描述得一清二楚 罗飞认为很可疑 于是来上秦小曼组成了调查小组 两人到马伯远家进行查问 罗飞发现马家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富丽弹簧 而且马伯远和母亲接待他们二人时 马夫人总是强话 不让马伯远多说一句 罗飞看出其中的端倪 于是支走了马夫人 马夫人回到房间后 立刻联系了吴律师 让他尽快前来 而此时 罗飞趁着马伯远找到软梦主遗书的时候 来到他的房间搜查起来 罗飞看到遗书后 推理出这是一封一年前的遗书 他逼问马伯远说出真相 马伯远心虚地喝起酒来 还向罗飞抱怨妻子的不是 正当他准备坦白一切时 吴律师突然出现制止了他 吴律师三言良语便将罗飞和秦晓曼赶走了 罗飞临走前故意在马伯远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留下了悬念 罗飞临走时注意到院内停着的汽车 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探究竟 晚上罗飞出门时 秦晓曼也跟了出来 于是罗飞带着他一起溜进了马宅 通过对汽车的仔细搜查 他们发现了一根断指甲 少许头发和一个铁球 结合白天在小路上发现了被替换的石渣 罗飞得出了结论 案发当天软梦竹为阻止马伯远去百勒门 一直趴在车窗上不肯撒手 还激动地抢夺方向盘 混乱之下发生了车祸 而马伯远为了毁石灭迹 便已给父亲扫墓的理由将尸体搬运去了墓地 这时马伯远突然从家里出来 罗飞和秦晓曼情急之下 躲进了汽车的后备厢 马伯远开车来到了一处墓地 拿着铁球进了走了进去 罗飞和秦晓曼趁机从后备厢爬出 尾随其后跟了过去 罗飞和秦晓曼跟踪马伯远来到墓地深处 他们发现马伯远正在跑马夫人的空坟 罗飞猜测 软梦竹的尸体就藏在这里面 这时马伯远发现了他们 秦晓曼准备上前击拿马伯远 怎料马伯远突然掏出了手墙 他威胁罗飞和秦晓曼放他一条生路 而且他还说自己并没有杀人 秦晓曼趁马伯远不注意偷袭了他 双方发生了打斗 而最终还是让他逃走了 马伯远开车逃走时 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妻子软梦竹的身影 吓得差点发生了车祸 罗飞和秦晓曼返回坟地 在墓穴中找到了软梦竹的尸体 两人徒步走回了家 秦晓曼抱怨罗飞也有失策的时候 当罗飞在家里浴缸洗澡时 他回想起马伯远说的话 突然察觉到案件 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时秦晓曼突然闯了进来 罗飞立刻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身体 秦晓曼将警局的试检报告 念给罗飞听 从结果来看 死者就是软梦竹本人 他死于三天前 死因是大脑被碾压而死 警方在法租界发现了马伯远的车 可他的人却没有找到 而此时 罗飞的注意力并不在报告上面 他让秦晓曼离开房间 以便自己穿衣起身 秦晓曼参观罗飞的房间时 意外发现罗飞竟然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神探 他曾活捉了著名的犯罪组织头目 Captain 于是好奇地打听了起来 罗飞并没有理会秦晓曼 反而提出要去捉拿马伯远 他拜托房东帮秦晓曼打扮了一番 罗飞看到打造后的秦晓曼愣住了 他回想起自己死去的妹妹 当年妹妹穿着新衣服给罗飞展示时 却被Captain用炸弹炸死了 这一直是罗飞心中的一块伤疤 之所以让秦晓曼打扮得这么漂亮 是因为两人要去百乐门捉拿马伯远 秦晓曼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他连舞也不会跳 遭到罗飞的嫌弃 两人经过仔细地排查 果然在一个包间里发现了喝醉的马伯远 马伯远看到他俩后急忙逃走 还开枪吓走了大厅的客人 可他最终还是被秦晓曼抓住了 带回了警局 由于马伯远开枪的影响很大 探长批评了罗飞和秦晓曼的做事方法 而且惩罚秦晓曼以后听罗飞的安排 因为罗飞并不是警局的正式员工 他无权参与审讯 因此拜托秦晓曼将审讯细节记下来告诉他 马伯远在审讯时 一直强调自己并没有杀人 而且他还说看到了妻子的鬼魂 秦晓曼认为马伯远是在胡言论语 没有当回事 这时武律师突然出现 他替马伯远办理了宝室 并将他带走了 秦晓曼看着罪犯就这样被带走 十分生气 回家打沙包泄风 罗飞向秦晓曼打听起审讯细节 秦晓曼透露马伯远压死软梦珠的行为有问题 因为当时软梦珠在车的右侧 而两人发生争执时 马伯远却故意将车向右侧开去 这不符合常识 罗飞仔细回想后发现 当时那段小路上有个推车 马伯远也是因为躲避推车才会撞上软梦珠的 这个推车很有问题 两人重回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结果在旁边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排脚印 原来那场车祸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事发时他就在场 而马伯远也是受害者 罗飞和秦晓曼到吴律师家找他聊天 恰巧发现吴律师准备搬家 吴律师解释他即将到南京赴任 罗飞进屋后向吴律师讲了一个过失 借此说出了整个案件的经过 当年软梦珠加入马家后一直很不开心 通过跟吴律师的接触 两人产生了感情 吴律师为了能将软梦珠救出火坑 于是精心策划了这次杀人事件 他让软梦珠故意与马伯远发生争执 然后提前准备了一具尸体 穿上软梦珠的衣服 造成了马伯远杀人的假象 其实软梦珠并没有死 现在已经逃去了南京 等待与吴律师相聚 吴律师听后愣住了 他很快平复自己的心情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他还嚣张地表示 如果罗飞有证据就抓他 否则他们没有权利控制他的自由 以现在罗飞掌握的证据并不能够治他的罪 所有问题的关键集中在那具尸体身上 假如这个推理成立的话 那具尸体又从何而来呢 罗飞和秦晓曼离开了吴律师家 他们的确没有找到关键性的证据 罗飞承认自己这次失散了 回到家后 罗飞仔细回想案件的整个过程 他终于猜到了尸体的身份 第二天早晨 秦晓曼起床后 发现有人给他留下了字条 约他十点到吉斯菲尔路见面 秦晓曼来到那里时 看到吴律师正想坐车离开 两人寒暄了几句 探长竟然也出现了 大家都被神秘人约到这里来的 而这个神秘人正是罗飞 罗飞将大家架到房间内 然后公布了尸体的来源 他故意摔碎了一个茶杯 叫来下人打扫 而这个下人正是假死的软梦竹 原来上次拜访吴律师家时 罗飞就发现他家的下人阿湘 一直盯着他的名片看 从林里那里打听后 罗飞得知阿湘并不识字 因此罗飞便开始怀疑起 这个阿湘的真假 吴律师见事情已经白露 于是坦白了一切 原来有一次他与软梦竹打电话时 无意间被阿湘听到 阿湘以此威胁吴律师 吴律师气急败坏之下 误杀了阿湘 当他冷静下来后 他发现阿湘的身材 与软梦竹极其相似 于是才想到了这个假死计划 如今真相大白 吴律师只能认罪 软梦竹哭着与他道别 本来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而虐待老婆的马伯远却逍遥法外 这样的结局让秦小曼很不开心 他失落地走回到了家 这一天 秦小曼躺在地上那个尸体轮廓内望着屋顶 他破解了罗飞做实验的方法 于是兴奋地和他讨论起来 两人准备模拟凶手的作案过程 于是秦小曼被罗飞拖出了房间 恰巧这是房东带人来看房子 房客被两人怪异的表现吓跑了 房东气得骂了他俩一顿 第一个案情结束了 好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集将讲述第二个案情 消失的男友 敬请期待 请期待